你现在听的是元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绿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绿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dot-com-dot-h-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阿波呀 麻烦你带杯滚水给我 没问题 水呀 二灵呀 你有什么不妥啊 面色不太好啊 我近来胃整天都不舒服的 你知道啦 近这几年 我时不时都要吃下胃药的 啊 啊 说开胃药呢 你知不知道胃药是文明社会里面最暢消的药物来的 看来胃病都是我们文明人的通病啊 是 其实啦 我吃东西已经很小心的啦 我最注意均衡营养的 每一餐都一定有菜啦 淀粉质啦 肉啦 三大类食物 但是不知为什么 很容易肥的 还有啊 稍微有点点压力啊 胃又很容易痛 就算睡足八个小时 都还是觉得很累的 尤其是是吃完下午饭的时候 真是好像饭气攻心啊 想睡一会儿 哇 究竟你每天吃什么呀 其实啦 我已经很注意我自己的饮食习惯的啦 喏 我就吃多方面的食物啦 譬如说 早餐我就吃牛奶 面包 多士 面包呢 就搽点酱 或者牛油 有时呢 又吃下鸡蛋 香肠 火腿 牛奶蜜皮 咖啡 奶茶 那样 有时呢 我又会换下口味 吃点中式的早餐 譬如说白粥 油炸鬼 猪肠粉 那样 下午那一餐 有时就跟同事出去喝茶 吃点心 或者去摘谱吃点素食 忙起来的时候 才会吃个饭盒 或者三文治 那晚上那餐更加丰富啦 有饭啦 有汤啦 那些菜有鸡啦 牛肉啦 猪肉啦 鱼啦 菜啦 吃完饭啦 我还会吃个饭后果 呢 或者呢 有时又吃饭后甜品 那下午茶呢 我就会吃点小食 喝下牛奶啦 咖啡啦 奶茶啦 还有吃点曲奇饼啦 我很肯定呢 我就不会是那种 不吃饭的人来的 但是呢 我自己呢 就懂得避免去吃一些 太油腻的东西的 譬如说牛油啦 我都知道胆固醇是很高 是没什么益处的 所以我现在呢 就改吃了人造牛油啦 哇 原来你这样吃饭 难怪你说胃痛又说累啦 那吃饭有什么不妥呢 大部分香港人都是这样吃饭的啦 哎呀 就是这样啦 所以胃药呢 在香港来说 亦都是最暢消的药物 怎么会呀 而Ling呀 你有没有想过啊 这样的吃饭方式 可能就是导致我们身体这么多毛病 和常常累乱乱的原因来的 但是 我们从小到大 学校都是这样教我们的啦 要我们注意均衡营养 千万不要选择饮食 就算传媒 都是这样说给我们的啦 那又有什么问题呢 哎呀 我知道一般人都是这样想 但是你又知不知道 这些所谓的营养资料 究竟是怎样得回来的 那我又不知道啊 不是有科学根据的吗 其实 这些资料呢 都是由食物制造商所提供的 好像说那些肉食商啊 鸡蛋供应商啊 牛奶制造商啊 那难道 你说他们的健康资料不对啊 嗯 很明显的 一定是有些问题的啦 要不然 我们怎样会有那么多病 又那么容易累呢 但是 这些都是文明病来的啊 我们生活在这么繁忙的都市 每一天都要承受那么多压力 这些压力 搞到我们病都不出奇的啊 嗯 没错啦 但是你所谓的压力呢 应该是要包括了我们的饮食所达来的压力的的 你没有听过一种叫做生化压力啊 其实压力呢 不是只是精神压力啊 工作压力啊 那么简单的 首先 问题就在于我们吃得太多肉了 差不多每一餐都无欲不欢 其实 现在已经有很多可靠的资料显示呢 吃得太多的肉类啊 奶类制品啊 以及鸡蛋啊 都是导致我们文明人有那么多毛病的原因 好像说心脏病啦 高血压啦 脑冲血啦 糖尿病 神衰竭 酵犬 癌症 鼻敏感 和皮肤病等等的 而几年前 一位美国国立癌症基金的主管 曾经在国会聆讯提出过 癌症的起因有一半以上呢 是跟我们的食物有关的 而安大略省的癌症机构都认为 癌症的产生呢 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 其实是直接跟我们的食物很有关系的 你都知道了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游牆的饮食文化 而且中国菜祖就文明于世 我们跟回自己中国人的传统饮食 有什么不妥呢 喂 阿灵呀 你不要不记得了 中国饮食历史里面 绝大部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与我们现在的是很不同的了 一般来说 他们平时吃的东西都是很简单 很粗糙的 只是过年过节才说 湯鸡还臣 或者烧猪 既然是这样 我们应该吃什么才对 首先我们要分清楚 什么是好食物 和什么是理想食物 这个当然了 搞清楚才知道自己应该吃什么 嗯 理想的食物 应该是未经煮过 或者炮制过 而有美观 可口 容易入口 容易消化 还有 应该含有多方面的营养 和足够的纤维 经过消化和新陳代謝之后 可以变成一种简性的渣宰 还不能有太多刺激的物质 或者防外我们消化的物质 哇 我想 这些食物都挺难找的 你知道了 大部分的水果蔬菜 都含有草酸的嘛 譬如吃完菠菜之后 我们的口常都会觉得 粗糙糙 蔥菜我们又不敢吃那么多 因为吃了 很容易会令人抽筋 就算吃果仁 它们的果皮 又会含有甲酸 还有很多豆 是含有毒素 或者飘连体 令我们身体的尿酸增加 就算谷类的食物 都会有很多谷酸 纤维糖伦酸 会和铁新结合 因此会阻碍身体 吸收这些抗物炎的 哇 怡灵 原来你都不太无知的嘛 你好像对食物都挺有心得的 不用说 我很怕肥的 告诉你 所以我时不时 都会找些营养书来看看 虽然理想的食物是很难找的 不过我们也不应该这么快灰心的 我们要找适当的食物 可以根据三个原则的 哪三个原则呀 我们吃东西 第一 应该尽量吃素 第二 应该尽量吃生的 即是说未经煮过的 而第三 尽量应该吃完整的食物 素食就就是说不吃肉 虽然我不是佛教徒 不过我平时 都不太喜欢营养的 但是 我们不吃肉又哪里有力 而且 不吃肉我们自己又怎么生肉呢 其实有很多科学家 已经证实了你的想法是错的了 而且他们的结论 还刚刚相反 原来无论在体力 或者耐力方面 素食的人都是比吃肉的人好的 哇 实在难以置信了 难道这些又是肉食公司作怪 那这样很难说 不过可以肯定的 就是很多世界先生 宇宙先生 或者马拉松记录保持者 他们很多都是素食的人 但为什么营养专家 又不是这么说的呢 其实很多营养师背后 都是由肉食公司 奶品公司去支持的 所以他们所说的一般 都是反映他们所属公司的观点 那蛋白质又怎样呢 不吃肉 哪里来那么多蛋白质 令我们身体成长呢 不光是肉才含有蛋白质的嘛 其实大部分食物都含有蛋白质的啦 譬如说白饭就已经含有5%蛋白质的啦 而其他好像说蔬菜呀 果仁呀 豆类呀 菊呀 都含有很多蛋白质的 啊 对啦 尔灵 你看看 牛吃什么的 他们吃菊 吃草而已嘛 大笨象够大了吧 够强壮了吧 他们都是不吃肉的 他们吃素的 猩猩就够大了 他就只吃水果和蔬菜 那一样是这么大 在美国有个研究 发现素食者所进食的蛋白质 是他们身体所需要的一倍半 即是150%身体所需要量 尔灵你要记住 这些都是素食的人 好啦 就算你对啦 但是你说食物应该不好煮的 我们中国人一向都说 食物不煮过是很寒凉的 而且鱼呀 肉呀 不煮过 还有很多虫的 嗯 你知不知道 早在1930年 美国一位卜丁诈医生 就花了10年时间 做了一年串有关生食的研究 他将一部分的猫 用煮熟了的肉 和经过高温消毒过的牛奶 来喂养 而另一部分 用生肉和未经过高温消毒的牛奶 来喂养 经过五代之后 他发现了 食熟食的那批猫的体质 比食生的那批差 譬如说 他们有退化的现象 例如脱毛 毛色没那么漂亮 鼻敏感 烤喘 关节炎 丰湿关节炎等等 而且很多猫 还失去性欲 不孕 流产 胎死腹中 而很多猫 对四肢的协调 也变得越来越差 猪牙 面窄 有很多叠牙的问题出现 而且 鸡骨还很脆弱 其实 你刚提到有关猫的问题 在我们身边 有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毛病 例如鼻敏感 烤喘 关节炎 脱头发 蛀牙 蝶牙 很多人都要枯牙 学习能力方面又有问题 我还认识很多夫妇 他们生不到小小 即是说 波丁寨医生在半个世纪之前 已经看出这个问题 以及原因 可以这么说 而人类健康最大的敌人 就是厨房的牢灶 又说回吃生冷东西 寒粮的问题 其实香港经已位于亚热大地方 吃些稍微粮的东西 都不是什么问题 而且 如果真的怕粮的话 可以吃些姜 或者红棗 来平衡 你都说得挺对 不过 第三点 你说要吃些完整的食物 所谓完整的食物 即是说 没有经过提炼的 没有加入食物附加品 据我所知 现在的食物附加品 有成五千多种 如果你说 不吃这些东西 即是说 红茶 咖啡 白面包 白米 白糖 白盐 汽水 酒 或者任何化学性的饮品 都要介 而吃饭就要选红米 吃面包 就要吃有纤维的麦包才行 有吃法都没有什么选择 那究竟有什么食物才能够完全符合你所说的三个原则呢? 其实有五大类食物是符合这三个原则的 而这五大类就是水果、蔬菜、种子、果仁和芽菜那类的 对啊 水果是生食的 蔬菜也可以 但是种子又是指什么? 种子就指那些好像瓜子、芝麻那类 而豆生食也挺难吃的 所以我们先把它们发芽 好像芽菜那样就可以生食了 其实这五大类食品已经包含了我们所需要的营养了 即是说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维他命、矿物盐、纤维素、水分 而且最重要的还是酵素 但是我们中国人吃东西是最讲究油水的 如果生食没理由油水皮肤都会干燥一点 Elaine 我问下你油在哪里来的? 就是在花生炸出来的 那倒是 其实油在果仁炸出来的 但是在炸的过程中 很多时候都会利用高温来处理 但是经过高温处理的油都会变质 有时甚至有害 我们应该直接吃原来的食物 至于选择果仁方面 譬如可以选择杏仁、夏威夷果仁、鲍鱼果仁、松果仁、 希素嫩、大胡桃、合鲍等等 不过我们最好选择那些未曾剝殼的 就不要选择那些加了糖、盐、烧烤果那种 按照你这样说 如果我每天都吃这些食物 我的健康就会很好 就不会有胃病 而且容易累 是就是 不过只知道吃什么是还未够的 我们还应该要知道什么时候吃 和食物的配合 说了这么久 看你的样子似乎好像半信半疑 不如这样 那我们直接去问一下袁医生 听下他的意见 袁医生啊 刚才阿波跟我说过 我们应该如何选择适当的食物 他还提过 选择食物的三大原则 和五大类食物 但是他说 只是知道吃什么是不够的 还要懂得如何配搭 和食饭的程序才行 没错了 现代人的食饭习惯 可以说有两大问题 首先 我们是吃得太多肉类 和太多精练的食物 其次 我们每餐吃的东西 种类太多 太复杂 和太混乱 Elai 你有没有听过身体时钟这些东西 我知道 好像我们去美加旅行那样 由于日夜的时间改变 每次我都会感到很累 很不舒服 要一段时间才可以适应 我有些朋友 他们是做空中小姐的 他们说 他们每一个月 在空中飞行的时间 都是只有40个钟头 因为他们经常都会 往返这些时间空间 令他们不可以工作太长 如果不是 就很伤害身体的 是呀是呀 袁医生啊 我还知道 中医和针灸里面 都会说我们的身体 是同时间配合的 而有些器官 在某段时间里面 是特别容易出问题的 没错了 我们的消化系统 也有类似的循环 通常我们 睡醒起来 都会觉得口气多多 离胎也特别多 这些就是我们的身体 想将一些排泄物 排出体外的征兆来的 所以 由凌晨4点 10点到中午12点 可以说是我们身体排泄的时刻 而在中午12点到晚上8点 就是我们进入了所谓第二个阶段 在这段时间 我们会觉得特别肚饿的 而在晚上8点到凌晨4点 又是另一个阶段 在这段时间 主要我们是要将日间所吃的东西 吸收 和将它变为我们身体的细胞一部分 所以在这段时间之内 我们是不会觉得肚饿的 说起上来也是 早上起床 通常我都不觉得肚饿的 有时甚至连早餐都不用吃 但到了中午时分 就一定要吃点东西才行 没错 那就是说 在凌晨4点到中午12点 我们身体里面 正是进行大素材了 因此在这段时间之内 我们是不应该吃太多的东西 增加身体的负担的 我们应该吃些 最容易消化的东西才对的 咦 用大素材来比喻就最对了 当我们做大素材的时候 绝对不会再想着带多些东西进屋 所以我们早餐 最好的食物 是最容易消化的食物 就是水果 水果是最容易消化的 所以我们早上应该吃水果 或者喝果汁 但是如果我们早上只吃水果 我想我会很饿的 如果你吃一个水果不够 那你就吃两个 两个都不够 就吃三个 例如 说早上喝杯橙汁 如果觉得不够 一个小时之后 可以再吃香蕉 如果都不够的话 可以多吃个苹果 通常我们吃水果 是当饭后果的 吃的份量就比较少 但如果是当正餐来吃 是可以多吃很多的 所以不用理他吃多少餐 最紧要 在凌晨4点钟到12点钟的时候 吃的东西是要是水果来的 但是我的胃是不受得酸性的水果的 如果你真的不能吃酸性的水果 你可以多吃一些木瓜 或者大椒这类的食物 对一些特别容易肚饿的人来说 最好就是吃大椒 香椒 不过千万要记住 当食水果当正餐的时候 份量就要比平时吃多了 至于下午那一餐 我们是可以吃些杂菜沙律 这样就比较容易消化 袁医生 但是如果我们去到中式酒楼那里 虾饿烧买意粉而已 杂菜沙律 挺难找的 如果没有沙律 我们是可以吃些素菜的 但是记住 我们要吃些蔬菜类的齿 比如菇类 瓜类 芽菜 又不是面羹那类的齿 比如齿鸡、齿鵝 就算是喝茶 其实我们都是有选择的 我们可以记得四保疏 齿鸡、鲜鱼、鲜菇意面 至于晚餐 如果你是情愿喜欢吃肉 其实最好在晚餐的时候吃肉就可以了 即是说 在一天里面 我们只需要一餐吃肉就足够了 不需要餐餐都吃肉 还有要记住 不要以为因为日头没有肉吃 所以晚上那一餐 要吃多些来补复素 至于我们所吃的所谓零食 我们可以吃些瓜子、果仁、水果 都可以的 还有我们最紧要吃的时候 就不要喝那么多水 我吃真东西都觉得很口渴 不喝点水又怎行 通常我们吃东西口渴 是因为我们所吃的食物里面 含有太多糖、盐、味枝素的东西 如果我们吃的食物是水果、蔬菜、沙律 我们吃东西就不会感觉到口干 所以我们中国人下午喝茶 点心是不太好 通常我们喝了茶之后 都会觉得很累 还有胃胀胀胀 对了 那中国人喜欢喝汤水又怎样计算呢 如果我们的餐饭有汤的话 最好就先在吃饭之前喝了汤 再等15分钟左右才吃其他的东西 总之一面喝汤一面吃东西就不会那么好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绿气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www.healthshop.com.h 究竟有什么不好啊 首先 如果我们一面吃东西一面喝 很自然 我们会将食物 未曾经水着 就硬将食物冲到胃里面 还有 在我们喝汤落土的时候 无形中是会冲淡我们的胃液 而这些是会妨碍我们消化的 还有 吃饭喝酒 也都会妨碍我们消化的过程 虽然偶以为之都是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如果变成习惯性 就不是那么好的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 吃完东西就立即喝东西呢? 通常我们是不应该立即喝东西的 例如我们吃完了水果之后 最好要等半个小时才喝东西 如果是吃完了饭 意大利粉 披萨这类的淀粉质的东西 最好要等两个小时的 如果是吃了肉类的话 最好等四个小时的 还有甜品啊水果啊 最好就不要饭后吃了 最好就是在胸肚那时才吃 嗯 饭后果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 是可以帮助消化的 对了对了 袁医生 为什么吃完饭之后不要吃甜品呢? 我们消化水果啊 甜品呢 和消化淀粉质蛋白质肉类呢 是很不同的 消化水果甜品呢 我们大概只需要两个小时而已 而在消化蛋白质呢 肉类的类呢 是需要八个小时的 如果我们吃了饭 再吃了些水果下去呢 那我们的胃呢 就不能够立即帮我们消化这些水果 而这些水果呢 会逗留在胃里面就久了 而水果逗留在胃里面就久了 而水果逗留在胃久了呢 就很容易发酵 会发出气体了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 那个胃有气感的 同时啦 水果呢 亦都会加速肉类通过腸胃的 将消化时间减短了 肉类呢 未曾经消化好呢 就会排泄出来的了 你说 那是不是无益呢? 还有 如果我们在临睡之前三四个小时呢 最好呢 都不好吃东西的 因为在晚上八点钟 到早上四点钟那段时间呢 是我们身体是吸收 日间吃了的东西的时候来的 所以 如果我们临睡之前 吃得太多东西呢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 会睡得不好 还有呢 第二早起床呢 会觉得很累的 可以这么说 我们早上早起床 最好就吃些最容易消化的东西 即是水果啦 果汁啦 而在中午呢 我们再吃些第二容易消化的东西 即是蔬菜呀 沙律 而到晚上呢 那我们先吃些比较难消化的食物 例如 淀粉质啦 蛋白质那样的 不过呢 我们最好呢 都是不要将 淀粉质和蛋白质 肉类那些食物呢 一起吃 为什么不要将 淀粉质和肉类一起吃呢? 因为呢 我们身体在消化 淀粉质和消化肉类呢 是很不同的 我们消化淀粉质的时候呢 我们是需要一种简性的环境的 而在我们消化肉类的时候呢 我们身体呢 是需要酸性的环境的 如果我们这两类的 所谓浓缩的食物呢 一起吃的时候呢 我们身体呢 有时候呢 就不知所从 不知道消化哪一类食物才好 因此呢 令到我们消化有困难哦 那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吃饭的时候 不应该吃菜呢? 不是叫你吃饭的时候 就不要吃菜 但是最好呢 如果你吃饭的时候呢 就吃些蔬菜类的菜 就不要吃些肉类的菜 而你吃肉的时候呢 就最好呢 就是混合蔬菜食 就是肉和饭就不要一起吃的 我知道在香港呢 这个是很难做的 不过呢 如果你的胃是特别差的话呢 你就不妨应该试下这个方法 Eling 我想 这种食法呢 可能对你是很有益的 不信你试一下啦 对啦 袁医生呀 那我们去中式饭宴这种饭食方法又怎样呢? 其实我们中式饭宴的时候呢 我们所吃的主要都是肉类 或者蔬菜这类的食物 如果我们不吃最后那道所谓饭或者面呢 其实中式的饭宴方法呢 也都符合我们所说的饭食方法的 还要记住啊 我们在饭宴的时候呢 通常来说呢 我们的气氛是非常之愉快啦 而我们吃的时间就比较长啦 通常一个钟头啊 两个钟头啊 可以说慢慢来吃的 那而这种食饭的方法 这种气氛呢 也是帮助我们身体消化的 哇 我怕我如果是这样吃法 我就很不习惯了 那我会会呆生的 是啊 是的 很多人呢 跟着这种食饭的方法的时候呢 起初呢 都觉得好像不多舒服啊 因为他们经常都想着 有些东西不能吃 那些东西又不能吃 其实 你们应该经常想 有些什么可以吃的 我不是说要你们不吃东西 只不过呢 你们所食饭的时候呢 分配呢 是越特别小心的 不要呢 乱一起吃 其实你平时所食开的东西呢 现在其实一样都可以吃的 我是不要你挨饿 相反 最紧要呢 就不要饿了 不要因为 不懂得分配呢 就饿坏了自己啊 还有 我们很多时食饭的时候呢 是跟着时钟吃的 例如 早上七点钟到八点钟 就要吃早餐了 下午呢 十二点钟 或者到一两点钟 而下午四点钟 就下午茶的时间 晚上七点钟就吃晚饭 其实 我们吃饭是应该 根据我们身体的需要的 就不是根据我们的习惯的 同时 我们在闷的时候啊 吵的时候啊 或者不开心的时候呢 都会影响我们的胃口的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应该吃饭的 就算吃了些东西下去呢 我们都不会将食物 好好地消化的 所以 我们最好呢 就应该在 开心的气氛之下 吃东西 烛光晚餐呢 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千万不要 在吃饭的时间 吵架啊 或者打小孩儿子 如果一个小孩儿子 不肯吃东西 就打到他哭 或者逼到他吃东西的时候 就算吃了下午呢 都不会消化的 那就是又浪费了食物 又令到小孩儿子无益 所以 吃饭的时候呢 应该听一些轻的音乐 或者说一些开心的话题 那就最好了 袁医生啊 这种这样的食物方法 除了可以帮助消化之外 还有什么好处啊 你要记得呢 吃东西的消化是很重要的 就不要以为消化不了 那就浪费了食物这么简单 而在香港来说 食物都不是那么贵 快了都无所谓啦 其实 食物不消化得好的话呢 在我们身体里面 会产生毒素的 而这种毒素呢 是会慢慢地 被我们身体里面吸收回去的 哦 那就是说 如果我们扔够肉 到垃圾桶里 过几个小时 整个垃圾桶都会臭了 而我们的腸胃又暖又湿 那便最容易令到 那些未经消化的食物变坏的 是啦 所以不是说 食物不消化浪费了 那么简单的 适当的食物配合 可以令我们 无论在做事或者娱乐 都更加精力充沛 你知道啦 我们身体的能量 可以说有百分之测实 是用在内部生理的运作的 其中最重要呢 是用在消化方面的 如果我们在食物配合得不好 就浪费了很多精力来到消化的食物 那这样呢 就解释到 为什么我们吃完东西之后 会觉得那么累了 甚至乎呢 累到没办法 集中精神读书呀 做事呀 就算玩都没精神 不怪之得啦 我吃完饭之后 一定要喝杯咖啡 来提神啦 是的 讲起咖啡 我们一定要戒咖啡 酒 茶 可乐 这些刺激的食品 好似一只马那样 如果它已经跑到累了 你还是仍然呢 慢地鞭打它 要它跑快点 那不用多久呢 这只马呢 一定会支撑不住的 是的 这种饮食方法呢 不单止是会 令腸胃没有那么容易有问题 还可以帮助增加身体的精力 令你精神饱满 还是一种很有效的减肥方法呢 是否因为水果 蔬菜含的卡路里低 所以可以令我们减肥呢 一个人肥呢 并不单单是因为卡路里的关系的 你知道啦 很多肥人呢 其实他们的食量呢 是比瘦人还要低的 其实最重要的因素呢 就是食物的质素 和食物配合得好不好 很多时我们的身体的体重增加 是因为食物里面 含有太多所谓空的卡路里了 即是说 食物里面含高的卡路里 但也是没有营养的 如果我们吃的东西配合得不好的呢 就会令我们身体制造很多毒素 但是为了要保护我们身体呢 我们身体里面呢 会制造出很多水分 而用这些水分呢 来将这些毒素充淡它 而呢 这些水分呢 也都会聚织在身体 会导致我们身体的体重增加的原因来的 相反地 如果我们将食物配搭得好呢 身体呢 就不会产生那么多毒素 而所以身体呢 也都不会聚织这些那么多水分 来到冲淡这些毒素的哦 和呢 营养好的食物 是可以帮助我们新陳代謝 和甲状腺的运作 令到我们得到最好的体重的 啊 袁医生呀 我听人说呢 减肥一定是运动的哦 那其实是不是真的呢 是啊 我们要运动 来将多余的卡路里消耗去嘛 没错 运动对我们的体重是很紧要 但不是说利用运动呢 是来到帮我们的卡路里消耗了的 那如果用数字来到看呢 我们要减一磅呢 是需要消耗三千五百个卡路里的 那我们要跑成十一里半才行的 那照这样来看呢 如果我们是利用运动来到减肥的话呢 我们不知道每日要跑成几多里才行的 而运动之后呢 我们可能会觉得饿 又会吃多些东西 其实我们运动的目的呢 是改变我们身体的新陳代謝率 而不是消耗卡路里那么简单的 那你们要明白 其实我们身体里面有一种所谓 保护的机制的 而这种机制呢 是在我们食物不充足的时候呢 是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 尤其是在我们早期人类 不是时时都找到食物的嘛 很多时候我也都要熬 这种控制我们身体体重的机制呢 是在我们脑下丘的地方来的 这种机制可以控制我们的脂肪 当我们吃得多食物的时候呢 我们身体内部的卡路里消耗量呢 会特别加快的 可以说我们的新陳代謝率呢 是可以偏高 而当我们食物不够 或者在饥饿的时候呢 我们的新陳代謝率呢 就会减低的 和呢 亦都会将我们身体体内的食物的脂肪呢 尽量储藏起来的 所以有些人去减肥呢 会有些所谓遥遥的现象出现了 体重一陈间高一陈间低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我们的身体 设法保护我们这个机制而造成的 正如我刚才所讲 很多肥人呢 其实食物是少过瘦人的 如果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新陳代謝的方法呢 一定是要靠一种叫做大仰的运动的 什么叫做大仰运动呢 大仰运动呢 就是一种连续性 有规律的运动 而这种运动呢 是可以令到我们气喘 和心跳加速的 每次呢 要连续 叫做半个钟头 每星期 至少要做三次 不过很多人做这种运动的初期呢 体重呢 反而会增加少少 怎会啊 做运动还会令我们体重增加 我们做运动呢 好自然呢 会将我们身体的脂肪变成肌肉 你应该知道啦 肌肉的重量呢 是高过脂肪的 所以我们体重呢 是会增加一点都不出奇的 哦 但是这样 是不是要长时期做这种大仰运动 才有成效呢 当然啦 时间是很重要的 你知道啦 一个人身体的脂肪 将它变成肥高呢 是要成两到四年的时间的 起初我们的脂肪呢 只会走入我们肌肉纤维的里面了 但到我们的肌肉纤维饱满了之后 才会走入我们的肌下脂肪的 所以要减肥成功呢 做这些运动呢 一定要持之以恒了 不能够心急的哦 啊 袁医生呀 刚才你也提过啦 做些运动呢 是要令我们的心跳加速 而且要做成半个小时那么久的 我听闻有些人 因为做运动过量 是导致心脏病发 甚至是一名乌呼 我们怎样才知道 什么时候是运动过量呢 尤其是那些中年人 更加因为中年发肤 想做一下运动减肥 但是这样做运动法 会不会很危险呢 其实你要明白 那些人呢 在暴饮暴食之后 心脏病发的机会呢 其实是多于在网球场上的哦 其实你如果想知道自己运动 有没有过分呢 可以呢 就在运动的时候 计算一下自己的心跳率 是不是符合标准 我们可以用220 减去我们的年龄 得出来的数字呢 的百分之七十 就是我们应该达到的心跳率了 如果你是30岁的话呢 220减去30 就是等于190 而190的70% 就是大概132 即是说 如果你做带氧运动的时候呢 心跳呢 最好就不要超过132 另外一个方法去测验 我们那个运动有没有过量呢 就可以用我们的心跳回复率了 如果我们做完运动之后 5分钟之后 量度出来的心跳率呢 还是超过每分钟一百二十下呢 那就是说呢 我们的运动剧烈过分了 应该可以减少一点的 其实很多人都以为 年龄大了就不应该做那么多运动 但是最近一连串的研究指示出来 年龄大的人如果经过适当的训练 他们的体力运动量方面 都可以大大改良的 甚至跟年轻的人相差无几 还有啊 当我们身体的脂肪变成肌肉的时候呢 我们的肌肉里面会产生一种特别的烤素 帮助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消耗卡路尼的 可以更有效地控制我们的体重的 袁医生啊 为什么我们年纪越大 身体就会越肥呢 这个呢 亦都是跟我们的新陳代謝率有关的 当然啦 一般人年纪越来越大呢 他们的体力消耗量呢 亦都会越来越少的 很多人以为年纪大了 很多东西都不能做 其实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 当我们三十岁之后呢 我们的新陳代謝率呢 是会每七年呢 会自动下降五个percent的 所以我们年纪大了的时候呢 是更加需要运动来维持我们的新陳代謝率的 袁医生啊 你看看我啊 你说我应该多重才是理想呢 阿波 这个要看你的骨骼的嘛 你说是不是啊 袁医生 是啦 没错啦 我们的标准的体重呢 当然呢 要视乎我们的骨骼的啦 所以我们的体重呢 并不是一个好的肥瘦的指标来的 其实我们身体肥不是最好呢 就是看一下我们家里的那块镜啦 我们应该面对着那块镜 看一下镜里面的人 是不是自己所满意的 看一下自己那条腰 或者大腿的鼻方 是不是很多脂肪啊 肥膏啊 一般的标准的男性呢 他们的脂肪应该是占身体的百分之十五的 而女性呢 就大概是百分之十八至百分之二十的 但是事实上呢 普遍的男性呢 他们身体大约有百分之二十二到二十四呢 是属于脂肪的 而女性呢 有百分之三十四 所以呢 肌肉的比率呢 才是肥瘦最佳的指标来的 哦 换句话说 我们应该用一把远尺来量 就比用一个磅来量重了 嗯 喂 伊琳啊 你走我那边干嘛 我现在是照镜啊 哎呀 你回过来啦 不要现在才对着镜啦 你应该是回家 脱衣服看着镜 这样才可以看到你的脂肪分布的嘛 员医生啊 如果我们照足你指示的食物方法 食物的配搭 又做足运动 但是依然都减不了肥的话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形呢 我们就应该去检查一下 看看我们身体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譬如我们的内分泌有没有问题 尤其是在甲上腺的分泌 很多时候呢 我们是内分泌问题呢 引到我们的体重增加的 还有哦 我们很多时候 食物的敏感呢 也是导致我们的体重增加的原因来的 啊 啊 袁医生啊 我们怎么知道 什么时候是由食物敏感引起的呢 如果你在一个星期之内 体重呢 能够相差成三磅半的话呢 那这个表示呢 你的食物敏感呢 是很大的因素来的 很多时候 食物敏感呢 是令到我们身体的体重 是可以增加成百分之四的 哦 而这些呢 主要都是因为我们身体的水分增加了 啊 袁医生啊 那那些水分是哪里的呢 食物敏感呢 其实呢 是会令到我们身体的 微思血管抗张的 那而这些微思血管抗张的时候呢 那些水分呢 就会滲入我们的身体的细胞那里 或者细胞的组织的 那令到呢 我们的水分呢 是增加起来的 那当然啦 如果我们 什么都试坏了 仍然都是这么肥的话呢 那我想 我们都应该接受这个现实了 其实 如果我们的体质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其实都没有办法 强行将它改变的 那 我相信你们都 认识一下 我们香港有一个 很出名的功夫明星的啦 虽然他很肥的喔 但是他手脚啊 和一切都很灵活 很敏捷啊 哈哈 我知道你说哪个啦 没错啦 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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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